就在今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突然爆出 报道中直指中国南岚的主管领导胡佳石干预球队内务 而胡佳石在做出积极的回应之后 马上又对即将离开的杨纳基斯伸出热情的手 然而极其尴尬的一幕却发生了 杨帅对胡佳石视而不见 面对所有的镜头直接避开了他的工作搭档 只是人们仍然关心的是 杨纳基斯是否还会回到中国 执掌中国南岚的帅印呢 然而气氛仍然是怪怪的 与杨纳基斯的笑容满面相比 胡佳石的脸上斜满了尴尬 直到把杨纳基斯送上车 胡佳石的眼眶似乎都略显酸色 在今天关于篮管中心副主任 胡佳石不利的传闻刚刚出现之后 杨纳基斯就当着所有的媒体的面 对这一传闻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这位杨和尚到底念的是什么经呢 体育频道记者报道